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外媒其中一个焦点是习近平这次表现有些异常 除了很多场合表现出面容憔悴又临时缺席大会发言 到周三记者更捕捉到他失措的一幕 周三是金砖国家领导峰会第二天 习近平在与南非 俄罗斯 印度 巴西领导人握手合照时 似乎没有听懂主持的指示 反应也相对其他领导人迟缓 习近平一度不知如何跟两边领导人同时握手 要巴西总统卢拉 捉着他的右手放在三人的手上 握完手后 习近平看来亦听不到主持人指示 自己一边挥手一边离场 最后才归队 一起举起双手合照 习近平在之前一晚 未按原定计划出席金砖工商论坛闭幕式 中方未做解释 引起外界关注 此外 习近平8月23日在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一则视频在推特上热传 视频中 习近平独自一人行走在红地毯上 当他穿过大门后 身后快步跟上一手提皮包的随行人员 然后就在这个随行人员准备穿过大门追上习近平时 视频中出现一彪形大汉 疑似现场的安保人员不由分说地将这个随行人员拦住 而且将其从大门前推开 并随之关闭大门 这一切就发生在习近平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双方在争执时发出的声音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 视频中 习近平停住脚步后转回头 此时大门已经关闭 习近平的随行人员被强行和他分隔开来 据转发该视频的网友介绍 随行人员是习近平的翻译 在热传的另一个视频中 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大门关闭后继续前行 但是没走起步 他犹豫着停住了脚步 似乎翻译不在身边 让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目前 这个视频在推特上被迅速传播 并引发网友热议 不得不说 这安保还是挺专业的 南非的保全做得真好 咦 那待会儿谁要翻译 这太尴尬了吧 脸都丢完了 幽默呀 戏真多 这状况以前可从来没见过 这是习近平跟特鲁多 那个名场面中的翻译 确实是他翻译 他当副主席的时候 一直用的就是这个 个头很小的翻译 腿脚很快 他连演讲都敢由商务部长戴维念稿 据说整组人都离奇了 据美国之音报道 习近平原定于22世晚些时候 出席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 并发表讲话 但却意外的没有出现在会场 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 代替习近平在论坛上宣读了他的发言稿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X平台上贴出了一张会场的照片 配文称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室上发表了讲话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博然对此写道 这非常奇怪 华春莹说习近平发表了讲话 但习近平却缺席了会议 商务部长王文涛替习近平讲了话 请注意 这张照片是从后面拍的 也没有习近平在里面 瓦格纳首脑普里格钦私人飞机坠毁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首度发声 他在电视谈话中 称这些在坠机中的遇难者 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记得这一点 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 普京特别提到 曾经反叛他的普里格金 称他已向普里格金的家人 制宴殿 他说 自己从90年代已认识普里格金 并形容普里格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商人 但又命运多舛 也犯过严重错误 普京还称 据我所知 他昨天才从非洲回来 他在这里会见了一些官员 关于坠机与事 普京说 我们会看看调查人员的说法 但调查需要一些时间 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华盛顿认为 很可能是俄罗斯境内的地对空导弹 击落了这架飞机 但他们表示 这只是初步推测 也没有提供证据 英国国防消息人士披露 俄罗斯情报部门 最有可能瞄准了普里格金的私人飞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说 基辅与坠机事件无关 但大家都知道谁参与其中 美国总统拜登在听取简报后则暗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是坠机事件的幕后推手 外界也普遍认为 普里格金的暴毙可能是克里姆林工领导人对叛徒的报复 有学者表示 俄罗斯当局之所以现在才处理普里格金 是因为要先整顿国内军事 以及掌握瓦格纳集团 但这起事件也存在俄罗斯当局想传达的讯息 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主任说 我认为 这也是向精英传达的更广泛的讯号 也就是不要挑战我 我认为独裁者在感到不安时 往往会这么说 因此 正如我所说 我认为这显示俄罗斯内部不稳定 另外 普里格金身亡也引起中国网民热议 将普里格金与林彪相比 但美国之音发现 微博目前已经开始审查相关讨论 北京泄洪造成河北桌州 霸州等地 大量民众遭灾惨重 当局承诺的补偿费令灾民不满 8月23日凌晨 霸州大批灾民因不满当局一千元的补偿费 聚集在霸州市政府门前抗议砸大门 怒喊出来 还有视频显示 8月23日凌晨 河北霸州近家宝村民 因为不满当局给予的一千元安置补偿费 前晚霸州市政府安置部门所在地迎宾大厦 灾民在门前点蜡烛静坐 不少女子喊不敢出来 我们要见领导 有男子怒说 干嘛不敢出来 装算呢 疑似霸州的灾民嘲讽表示 自己一家八口人 房子因泄洪被淹倒塌 家里被泡得一无所有了 得到国家政府的补偿 太感谢政府了 这是其他国家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伟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我感到无比幸福 该灾民还再出 8月17日所得 房屋补偿费一千元 有网民跟铁评论说 刚刷到 看你们那人山人海 被砸了 哈哈 有网民说 闹事者是为自己遭遇铁拳而闹事 绝大部分人 因为没遭遇铁拳 继续爱党 爱国 支持霸州警察 还有一部分人也遭遇铁拳了 但指望着别人去闹 自己是绝不敢去的 什么时候中国人 肯为别人遭遇铁拳 而群体闹事的时候 这片土地才有希望 也有网友评论道 有事找政府 这就对了 大家纳税 不能养着一帮废物 霸州人没下跪 有进步 估计政府里面很多人 也是在看戏的 甚至希望搞大一点 也想看上面领导的笑话 暴力是他们 唯一听得懂的语言 除河北霸州灾民 不满当局补偿政策外 网传河北省 衡水市 饶阳县 大量灾民 也因家园被毁 没有生活物资 8月23日 聚集在县政府门前维权 讨说法 要求政府 对泄洪造成的损失 予以补偿 此前 霸州灾民在市府前抗议 曾与警报冲突 据法广8月5日报道 河北因连日暴雨进行泄洪 陆续启用7处 细致洪区 吸纳洪水 泄洪导致霸州市 大面积被淹 多地防倒污塌 损失惨重 数万人无家可归 倾家荡产 而新闻报道却称 是暴雨导致 愤怒的村民 即前往市政府大楼 进行抗议 现场高曲红色横幅 还我家园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却说降雨所致 有影片显示 现场爆发激烈警民冲突 灾民向警方投掷物品 一群黑衣人 手持盾牌冲撞 对民众殴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